尼日首都尼阿美一座体育场 挤满数以千计的清军方人士 为政变夺权的军政府领袖 欢呼喝彩 排场之盛大堪比国际体育赛事 然而在欢愉气氛的背后 却暗藏巨大危机 被视为精英战力的 明日总统卫队上个月倒戈 推翻民选总统贝佐姆后 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 给他们一周时间交还权利 结果当地时间六日 期限正式到期 明日军方依然掌权不放 还关闭领空怒呛邻国 要是敢出兵干预 将会面临剧烈且迅速的反击 临日军政府一篡位 就转而投靠俄罗斯 抵制前殖民国法国 引发全国骚乱 有消息人士透露 军方可能向恶名昭彰的 瓦格纳佣兵寻求协助 准备回应西非经济 共同体的军事干预 另一方面遭囚禁的贝佐姆 则向华盛顿邮报投诉 苦诉自己沦为人质 国家遭遇袭击 呼吁美国和盟友协助 恢复秩序 眼见区域冲突可能一触即发 国际社会也开始祭出 制裁措施 加拿大政府5日宣布 停止向尼日提供发展援助 不过作为回应 尼日也全面禁止 黄金和右矿出口到法国 这项举措还获得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的响应 艾尔段指控法国 长期迫害中非国家 如今得不到矿产 是正常现象 随着最后通牒渐满 尼日与西非经济共同体的 军事对峙也迅速升温 万一不幸擦枪走火 引爆冲突 空沦为西方与俄国间 另一场代理人之战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环宇一把抓